浪姐舞武功谢金燕首次荣获930票在破纪录 郑妮可无奈抱头大哭 七微拒绝尚文杰选择留心 蔡文静连连质问 在浪姐舞的第五次公演中 谢金燕以一曲深情的夜来乡首次荣获930票 再次刷新了节目的得票记录 这一成绩不仅令全场观众沸腾 也让郑妮可感到巨大的压力 无奈抱头大哭 在节目的互动环节中 七微做出了一个令人意外的选择 拒绝了尚文杰而选择了留心 这一决定引发了蔡文静的连连质问 谢金燕在此次公演中的表现 无疑是全场焦点 她选择了一首经典的夜来乡 以其独特的嗓音和深情的演绎 将这首歌曲的情感深度和艺术魅力 展现得淋漓尽致 谢金燕的演唱技巧和舞台表现力 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 她的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眼神都充满了力量和自信 她的这次表演 不仅赢得了观众的热烈掌声 也刷新了节目的得票记录 郑妮可在此次公演中的表现同样出色 但面对谢金燕的破记录成绩 她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尽管她的舞台表现充满了活力和激情 但在最终的评分中 她未能超越谢金燕 面对这样的结果 郑妮可无奈地抱头大哭 她的泪水和情感 展现了她对舞台的热爱和对胜利的渴望 在节目的互动环节中 七威面临了一个艰难的选择 在尚文杰和刘欣之间 她最终选择了刘欣 拒绝了尚文杰 这一决定不仅令现场观众感到意外 也引发了尚文杰的不满 七威的选择展现了她的独立性 和对舞台艺术的独到理解 同时也体现了她对团队成员的考量 和对舞台效果的追求 蔡文静在得知七威的选择后 表现出了强烈的不满和质疑 她连连质问七威的决定 试图了解背后的原因和动机 蔡文静的质问 不仅体现了她对节目的认真态度 也反映了她对舞台公平性 和公正性的坚持 此次公演的舞台场面 充满了震撼力 每一位女星都使出了浑身解数 为观众带来了精彩绝伦的表演 从谢金燕的深情演唱到 郑妮可的泪水 从七威的选择到蔡文静的质问 每一个细节都构成了这一集的精彩看点 陈锋2024三宫组队赛制中 七威精明选人引发争议 她拒绝人气低但实力强的尚文杰 选择热度高的刘欣和陈力军 引发网友反感 队友蔡文静失望组队未被选姐姐 强调不被选不代表不好 网友对七威评价不一 认为其精明过头或仅是遵守规则 尽管 陈锋2024已经快胡到无人问津了 但却不妨碍姐姐们搞事情 更不妨碍姐姐们有自己的小九九 在三宫组队的赛制出来后 真的是将有些姐姐们的小心思暴露无遗了 尤其是七威 这一次她的算盘打得太响 更是让不少网友觉得 她真的太精明了 精明的让人有些反感了 七威二公之后 个人喜爱度直接上升到了第一名 因此按照赛制规定 她可以在其余队长中选择自己的队员 而七威自然也没有浪费这么好的权力 她先是拒绝了第一时间选她 并且表明只要七威选她 就愿意跳舞的尚文杰 要知道 尚文杰可是大vocal 个人整体实力在这些姐姐当中算是强者存在了 但是尚文杰身上有一个致命的弱点 那就是人气比较低 存在感也很低 而七威可是奔着决赛去的 更是奔着总冠军去的 所以她毫不犹豫地就拒绝了尚文杰 拒绝尚文杰后 七威牛脸就选择了刘欣 这位个人喜爱度排名第二的队长 看来七威也是完全摸透了节目规则 知道实力在这个舞台上并不能走太远 能让自己走远的 除了自身的热度和流量外 队友的热度和流量也很重要 七威的这个举动 不仅让网友们直呼精明过头 也让姐姐们有些阴阳怪气 最明显的要数珠丹了 在七威选人后 直接表示可以强强联手 昔日的队友蔡文静 更是连问两句 你干什么 她虽然用玩笑的话说出 昔日队友便今日敌人 社会之现实 人心之险恶 但是我们能听出她内心的不满 甚至是有点失望 所以她才会坚定地选择 和那些没被选的姐姐们组队 并且明确地告诉他们 不被选择并不代表我们不好 还表示他们没有队长 每个人都是队 真的有被蔡文静这样的发言 给温暖到 在所有人都不选择你的时候 一定不是你不好 而是别人没有眼光而已 所以 七威这一次的做法 不仅伤到了观众 更伤到了姐姐们 即便是已经被她选择的流心 都忍不住在擅彩的时候表示 她这个野心蛮大的 所以 七威的算盘真的打得太响 近乎是人尽皆知了 不过 也有网友表示 这都是节目组赛制设置的问题 七威只是按照规则在选人而已 不能什么锅都让她背吧 但更有网友表示 不觉得七威真的没啥实力 却人气很高吗 节目组这么改规则 不就是为她的总冠军铺路吗 总之 对于这一次七威三公选人的事情 网友们的评价不一 浪姐新一季热播 姐姐们组队环节 展现真实面貌 七威人气领先成二团队长 挑选队友实险强势 蔡文静 柳妍展善良品质 获赞 萨鼎鼎 朱丹 被指自私 影响团队选择 和解才艺出众 却遭忽视 陈立军应坚持传承文化 面临挑战 节目不仅展现舞台魅力 更揭示姐姐们间的情感纠葛与竞争 浪姐新一季热播之际 观众期待已久的选队环节终于到来 这一刻让我们窥见了姐姐们最真实的面貌 不得不说 节目组在策划方面确实颇具创意 而到了第三次公演时 七威无疑是全场最为亮眼的存在 占据了明显的优势地位 由于她的人气遥遥领先 荣获了排名第一的殊荣 因此 她不仅顺利荣升为二团队的领袖 更享有特权 能够从前任的众多队长中 精挑戏一位加入她的团队 共同开创未来 经过这样的组合 七威队已然成为了一支实力强大的联合团队 这仅仅是开始 节目组进一步安排剩余的姐姐们进行两两自由搭配 当全场姐姐们都成功组成两两配队后 她们将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心仪的队伍 这样的互动方式增添了不少趣味 多轮的双向选择机制 实际上揭示了姐姐们之间实力的差异 有的姐姐实力超群 有的则稍显逊色 有的姐姐在排名中名列前茅 有的则位居后列 要在这样的情况下 找到彼此心仪的搭档 绝非一事 同时 当面对自己并不希望成为搭档的人的邀请时 如何巧妙的婉拒 同样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智慧 参加浪姐的姐姐们 她们中的多数人怀揣着共同的期望 希望借此节目能够积聚更多的关注度 实现事业的持久发展 并在娱乐圈中焕发新的光彩 因此 尽管人们总是口头上强调有意志上 比赛次要但内心深处 谁不可望取得胜利呢 因此 在这样的背景下 姐姐们中哪些是真心善良 哪些过于自私 哪些不太讨喜 都清晰可见 无需多言 实际上 在第二次公演选人缓解 节目组便已经开启了两人一组的配对模式 在这一过程中 蔡文静立刻向谢金燕表示 我来带你飞 当时谢金燕深知自己的人气排名并不突出 因此与蔡文静结盟 对她而言 无疑是一个极具利好的选择 然而 对于那些虽然有一项选择蔡文静 但最终并未选择她的人来说 她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负担或拖累 幸运的是 作为团队的领袖 其微果断的决定将两人都纳入队伍之中 这次情况有所不同 众多两两配对的姐姐们均展现出了极高的实力组合 而在此时 旁边的柳妍首先向曾经的队友萨鼎鼎提出建议 你应当挑选一位歌唱技艺出色的搭档 显然 她并未出于一己之私 而与对方形成紧密的关系 谢金燕展现出了极大的反差 她似乎并未深思蔡文静是否愿意更换搭档 或是是否应该与年轻一辈共同合作 相反 她直截了当地向蔡文静表达了自己的意愿 我希望能与你并肩作战 此刻的蔡文静已不负先前的果断 她转而向谢金燕提出疑问 你愿意和我一起吗 在得到回应后 她才最终应允下来 即便是李佳格也忍不住发话了 她细写地表示 你们就不能稍微变通一下吗 是不是觉得这样就已经锁定了